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个多行业 多品种 历史悠久 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工业部门 化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与农业 轻工 纺织 食品 材料 建筑及国防等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产品已经并将继续持续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柱产业 我国化学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目前已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比方说硫酸 合成胺 化学肥料 农药 烧碱 纯碱等主要化工产品的产量 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那么区别于其他生产行业 化工生产具有以下的特征 一是生产设计的危险品多 化工生产使用的原料 半成品和成品 种类繁多 且绝大部分具有易燃易爆 有毒 腐蚀性等危险特点 这给生产中对这些原材料 燃料 中间产品和成品的储存和运输 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二是化工生产要求的工艺条件苛刻 有些化学反应在高温高压下进行 有的要在低温高真空度下进行 比方说像这个青柴油裂解制乙烯 进而生产聚乙烯的生产过程中 青柴油在裂解炉中的裂解温度达到840度 裂解器要在深的零下96摄氏度条件下进行分离 纯度为99.99%的乙烯气体 要在294兆帕压力下聚合 制成聚乙烯素质 三是生产规模大型化 那么近几十年来 国际上化工生产采用大型的化工生产装置 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比方说像化肥 20世纪50年代合成鞍的最大规模 是6万吨每年 60年代初达到12万吨每年 60年代末达到30万吨每年 70年代发展到50万吨每年 那么如今已发展到了100万吨每年以上 以锡装置的生产能力 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10万吨每年 发展到70年代的60万吨每年 到目前已经达成 并突破100万吨每年 四是生产方式 日趋先进 现代化工业的生产方式 已经从过去的手工操作 简单生产 转变为高度自动化 粘性化生产 生产设备由敞开式变为密闭式 生产装置由室内走向露天 生产操作由分散控制 变为集中控制 同时也由人工手动操作 发展到计算机控制 那么正是由于化工生产 具有以上的四个特点 使得化工生产过程 很容易发生火灾爆炸和泄露事故 并由于多米洛骨牌效应 而引发刺身灾害 事故的发生危害大 后果严重 常常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巨大财产损失 环境生态灾难 以及社会负面影响 资料显示 我国化工事故率 至今仍是西方化大国家的5到6倍 化工生产中典型的事故形态 有火灾 爆炸 泄露和中毒等 火灾 爆炸 泄露 中毒等事故 并不是孤立发生的 而且相互关联 互相引发 从而形成事故链 比方说2015年天津港 812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 首先是由于火灾引起初次爆炸 爆炸引起物料泄露 进而引发的二次爆炸 污染和中毒等事故 再举个例子 2005年英国 邦斯菲尔德油库火灾爆炸事故中 首先是油料灌顶的油品泄露 引起油气的蒸汽云扩散 然后引起爆炸 爆炸引起油品的泄露 进而引发大面积的火灾等事故 下面以油气储云设施发生泄露后 引发的一系列刺身衍生灾害来介绍 泄露事故引起的事故链 油气储云设施包括城市管网 燃气储罐等 可能发生这种泄露事故 如果是带压的液化气体 泄露 形成喷射流 立即点火 会引发这个喷射火 延迟点火的话 会引发喷雾爆炸 如果泄露口的液体的压力不大 泄露出的物质被点燃 会形成流淌火 而泄露物质如果被限制在固定区域 会引起固定面积的这种持火 若泄露物质有毒 可能会引起人群的这种中毒 若泄露物质毅燃 而且延迟点火的话 会形成蒸汽云爆炸 特别的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这种液化气体泄露 还可能会形成沸腾液体 扩展蒸汽爆炸事故 由油气储云设施诱发的火灾 爆炸和中毒事故 会对人群设备环境造成伤害或者损害 同样的爆炸也会诱发泄露火灾和二次爆炸事故 下面我们以油气设施发生爆炸后 引起的一系列刺身野山灾害事故 来介绍爆炸事故引起的事故链 油气储星设施 如果发生爆炸事故 一次爆炸事故的规模如果不大的话 使装置破裂会引起泄漏 进而会引发污染中毒 如果泄漏出来的可燃液体被点燃 还会引发流淌火 持火和喷射火 如果气体爆炸 那么泄爆后导致更多的气体泄漏出来 还可能会在外部空间发生二次爆炸事故 如果爆炸强度比较大 会对周围的油气设施和其他建构物物 造成一系列的损害等 同样的由爆炸引发的刺身衍生火灾 泄漏中毒爆炸等事故 会对人群设备环境造成伤害或损害 那么今天的这节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